加拿大的华人亲人们 你们好 我是老胡 在多伦多向您问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6号 奴隶2月14星期三 今天要播报的主要电脑有 新冠肺炎加拿大疫情数据 杜鲁多被俄罗斯禁止入境 沃尔玛设立多伦多大型科技中心 因形奥密克戎病毒引发关注 加拿大最适合留学生城市排名 出大纹和大多 2月全国平均房价大跌 加拿大又宣布制裁 俄罗斯15名高官 加拿大全国新乌冻公粮下跌了 下面看一下具体内容 这是安省的疫情 安省3月16日新增加2011例的确诊病例 今天按新通议方法 有关死亡约16人 死亡病例中15例是过去30天发生的 还有一例是这之前发生的 目前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2288例 住院治疗人数大概有649人 重症监护室有204人 实验室昨天总共完成了15702例的检测 阳性率为12% 今天多伦多有327个新病例 皮尔区183个 约克区102个 沃泰华123个 截止到昨天晚上 安一省总共注射了3191万剂的新冠疫苗 12岁以上的一剂注射率为92.74% 完全接种率为90.78% 悲失省疫情 碧溪省3月15日新增237例新冠确诊病例 住院治疗人数为345人 重症监护室有50人 今天仍然没有死亡病例 死亡人数仍然为2946人 阿尔伯塔疫情 阿尔伯塔3月14日新增459例新冠确诊病例 有1001人住院接受治疗 重症监护室有70人 死亡人数增加4人 累计死亡为4025例 魁北克疫情 魁北克3月16日新增1380例新冠确诊病例 有1073人住院接受治疗 死亡人数新增11人 累计死亡已经达到14213人 截止到3月16日中午 按加拿大累计确诊338万 比昨天增加8500多人 累计死亡大概是37000多人 比昨天增加40多人 累计治疑为322万 现有确诊对11万3000多人 多鲁多被俄罗斯禁止入境 为了反制加拿大的制裁行动 俄罗斯也对加拿大人做出制裁 根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的新闻稿 总理多鲁多已被禁止入境俄罗斯 共有313名加拿大人被禁止入境俄罗斯 这一消息是在乌克兰总统在加拿大下议院发表讲话后不久宣布的 乌克兰总统再次呼吁加拿大政府在乌克兰上风设立禁费区 沃尔玛设立多伦多大型科技中心 沃尔玛3月15日宣布将开设两个大型的北美科技中心 一个在美国亚太兰大 另一个在多伦多 多伦多作为全球科技人才热点的生意持续增长 仅在过去几年就吸引了许多大型公司 有不断扩展的IBM亚马逊和谷歌等巨头的办公室 沃尔玛计划将多伦多达达成更大的顺求之一 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增加数百个新工作岗位 该公司在3月15日上午的一份新闻过程写道 并指出多伦多引起不断增长的科技存在 与沃尔玛的联系 以及光帆的和多元化的本地人才而获得青睐 此次扩张是沃尔玛全球科技公司 本财年在全球招聘5000名员工的计划的一部分 多伦多的初始招聘阶段 预计将包括软件开发 技术项目管理和产品管理方面的45个全职职位 但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将发布更多的工作机会 阴型奥密克隆毒株引发关注 近日全球一些地区发生新一轮疫情 被称为阴型奥密克隆的变异毒株 BA.2进化分支引发关注 安省卫生厅15日确认 不久的将来 它将占全省感染人数的至少一半比例 这种奥密克隆变异毒株的进化分支BA.2 也被称为奥密克隆亚型 在去年11月时被第一次检到 现在已经在十几个国家出现 包括北美部分亚洲地区 非洲和欧洲 特别组织8日发表声明说 新冠变异毒株 奥密克隆毒株目前在全球迅速传播 并占据主导地位 奥密克隆毒株有多个亚型变异毒株 包括BA.1 BA.2和BA.3 全球范围内 BA.1一直是奥密克隆毒株的主要亚型 但最近几周 有关感染BA.2的新的报告比例 和BA.1的相比 一直在增加 并在几个国家发展为主要的传播亚型 据中国网发布的消息 在中国近期爆发的新一轮的本土疫情中 奥密克隆 BA.2的进化分支 成为本轮疫情的焦点之一 在北京 广东 吉林 山西 上海 山东 浙江等多地相继报告发现了感染 BA.2的进化分支的确诊症例 而最近在香港引发大规模疫情的 也是BA.2的进化分支 中新网还报道 多地疾控中心已表示 BA.2的进化分支传染性很强 传播速度很快 具有症状相对较轻 隐秘性强 发现难等特点具体 B.2进化分支比原始的变异度中 BA.1 传染性增强了30% 如出现社区传播 感染病例时候 在两到三天内就可以发布 安一省卫生厅长在15日的记者会上回应 至少在安一省 目前的证据表明 这是一种从奥米克隆发展出来的进化分支 不会导致出现住院人数大幅增加 或更多的重症患者 我们有能力在不改变现行的任何措施情况下 应对这种新变体 据报道 早期研究表明 BA.2的原因是 奥米克隆毒株传染性更强 但目前尚不确定 它是否会导致更严重的病症 科学家也认为 现在的新冠疫苗应该对BA.2有效 而世卫组织也曾表示 根据初步数据 如果此前感染过奥米克隆 那么它可以有效的防止再次感染奥米克隆亚性 加拿大最适合留学生城市排名 留学生在选择大学时 不仅应该考虑学术和校下生活 还应该考虑学校所在城市的独特的特征 最新报告对加拿大最佳大学所在的城市进行了排名 该报告有在线学习提供商Riply 在3月7日发布 根据生活成本 社会环境和经济机会三个类别 对加拿大94个大学城镇进行了排名 研究发现 基于这些指标 加拿大最好的大学城市 萨什么的 亚里纳 其次是曼省的温金波 第三是安省文顿 生活成本有6个恒例因素 在连接餐厅吃一顿饭的成本 健身俱乐部月配 市中心 一卧室公寓的月租 网络成本 每月的交通费 还有一杯啤酒的价格 社会环境也基于6个指标 城市的多元化 以外国出生居民的数量 总体犯罪率 公园总数以及人均咖啡馆购物中心 和夜生活场所的数量 经济机会是根据 平均月税后工资来评估 人均国内首产总值 失业率 就业率 公寓购买价格 市中心 一卧室公寓的价格 还有安建利率 依据数据 每个城市满分为100分 100分代表对大学生 最有利的条件 十家大学城市分别是 萨省 里加纳 72.9分 曼省 温尼泊 68.9分 安省 伦敦 67.2分 卑诗省 乔治王子市 67.2分 贵省 罗安 诺兰达 66.7分 安省 米特萨加 66.7分 卑诗省 阿波斯普德 64.3分 萨省 亚伯特王子市 64.3分 魁省 拉瓦尔 63.2分 安省 波兰特德福 63.1分 根据报告 最好的大学城市 萨省 里加纳 在那里 一卧室公寓的平行价格为 1016.67元 EBP9的价格为6元 在该市 经济机会一项中 多分最高 就业率高达66.3% 平均月薪为3734.86元 相比之下 总体上最差的大学城市 卫诗省的 4款密室 他在三项指标上 得分都在40分以下 报告称 这个位于温哥华 165公里的小镇 不是最经济的居住地 机会也很少 一句十方 作为1724款帮帮吧 EBP9的价格为7.25元 毕业后的收入潜力也很低 成均月薪为2461.43元 RipLite的学生成功部门的经理 在一份电子邮件中声明说 有时 学生和家长过于关注学校和校园 导致他们在访问期间 没有花时间探索附近的城镇 如果你决定在某个地方学习 你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在校园 所以要确保你喜欢这个地方 在决定就读哪说大学之前 可以和朋友和家人一起 在未来的大学城注意完 他们可以作伴 也可以提供意见 生活成本也值得研究 因为我们的研究表明 加拿大各地的房租和生活成本 各不相同 除大文和达多外 2月全国平均房价大跌 加拿大房地产社会说 全国平均房价在2月份创下了 81万6720加元的新纪录 因为房屋销售供应量开始慢慢回归 销售活动也有所回循 平均价格比去年的 67万7435元 增长了20.6% 但如果 中国福尔大温哥华和大多伦多两大高房价热点的地区从数据中提出加拿大房屋平均价格下降了17.8万元 在季节性调整的基础上平均价格总额约为79.5万元 比前一个月的77.7万元增加了约2% 在价格变化的同时 2月份经季节调整的房屋销售量从1月份的55654套上升到58209套上升了4.6% 每月销售活动的增长归因于新上市方言的反弹经季节性调整后 新上市方言从1月份的62539套上升至2月份的77352套增幅超过23% 加拿大宣布制裁俄罗斯15名高官 3月15日 乌克兰总统在加拿大国会议会时发表讲话 他反问加拿大政客 如果俄罗斯文工温哥华或者瞄准多伦多的CN Tower 加拿大人会有怎样的感受 乌克兰总统表示 自战争开始以来的20天内 已有97名儿童丧生 他再次呼吁西方国家在乌克兰设立经费区 以防止俄罗斯空袭造成频频伤亡 在发表讲话之前 加拿大3月14日送给他的一份见面礼 联邦政府宣布制裁15名俄罗斯官员 包括军事人员和将军 加拿大外交部长说 一点一点就像你每天看到的那样 我们的目标是增加对俄罗斯政权的压力 我们正在制裁这些人 因为他们是参与制造乌克兰灾难相关角色的一部分 据悉加拿大对俄罗斯的个人和尸体的制裁 主要为冻结财产 进出口限制和金融禁令 加拿大全国新屋动工量下跌 全国新屋兴建量 六个月平均走势下跌 经季节性调整数据 在2月份持续下航 从1月的25万3864套减少至25万1579套 由于公寓和多家庭住宅 也就是Multipal Family的动工量上升 令全国三大城市之中 只有多人做在上月有增长 加拿大岸阶级房屋公司经济市指出 2月份的六个月走势数据显示 新屋动工量较一月稍简单 市区的独立屋和多家庭住宅的新年量 在有所增加上月的单月新屋动工量为247256套 比1月的229185套上升8% 市区的新屋新年量走势更上升10%至222563 多家庭住宅13%的增幅至161912套 独立屋则以60651套上升12% 以6月的平均值计算新屋动工量走势 可以对全国房地产市场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如果仅凭一个月的新屋动工量走势分析市场 可能会被个别月份的多单位物业的增减而误导 看一下天气预报和汇率 3月16日的汇率是100加元 大概兑换499.6元人民币 明天3月17号的天气预报 沃泰华13度到2度少云 多伦多14度到2度少云 温哥华7度到6度有雨 库贝克7度到3度小雨 哈尔加里11度到零下一度少云 以上就是这次播报的主要内容 多谢您的支持 衷心希望您能订阅此频道 再见